ás 小弟 小弟 病人孕晚期悄悄 情況緊急 需要家屬簽字 不大還是保曉 你說 我是她閨蜜 她丈夫在外地出差 委託我簽字 保曉 我等了二十年 今天我終於可以嫁給李安哥了 帶著我的兒子 回李家認祖歸宗里 你還不知道吧 你跟李安哥結婚的第二年 我們就好生了 你還不知道吧 知道為什麼你流產三次 他都不肯把你從累死人的捐房廠裡面掉出來了 因為我們要約會了 哦還有 我還要謝謝你之前送我的翡翠如意呢 其實現在的我爸媽就是你爸媽 這翡翠如意 就是他們留給你的信 你很生氣啊 可惜已經晚了 李安哥已經委託我簽字 保小了 別急 我馬上就送你上路 不要我這陣子 我對你掏心掏肺這麼好 你不能這麼對我 還有當年 你跟容赵男在牛袍被冤枉思混的事 也是我 我跟冤枉滑坐著 誰知道那個容赵男 明年自己下一隻眼也要保全無情 如果你放心 沒有人在能護著 嘘 明月 你去死吧 你不讓我來給你我們 我都讓你讓我搭死 是 就說是我女女陀螺不准 那她們要救救我 要不然 你明明全會 想不求求你 這兒子 我最對不起的應該就是女章 你放心 會好好照顧你兒子 走日下去陪你 你看他 超超 我老是 最快快的 很快 Dat 我可以 有 我可以 她 就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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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行 你行 你有考虑好吗 我们现在 是打结婚之后 还是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我们本来什么都没发生过 可是别人不会相信我们两个 孤男寡女的 光着身子 在同一个屋宴下 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怎么着难 怎么是你啊 这是哪啊 这是二十年前我下乡插队时 被唐珍珍打云扔在牛棚陷害那夜 我这是重生了 林志青 我现在没办法弄清 到底是谁 想利用我来陷害你 不过现在 你有想到办法吗 上辈子我被敲晕八光扔到他床上 他也被灌了加了受药的酒丢进 可是他为了克制住自己 竟然爬进冷冰冰的水缸 蹲了半宿 若大夫 对不起 是我连累你了 林志青 现在最关键的 就是想办法脱身 你放心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会帮你的 若大夫 我们领证吧 我们领证吧 你是什么 林志青 你可想好了 我愿意帮你是因为 没了名声的姑娘 可能就在一辈子嫁不出去了 但是我 但是你是从京城 下方的最偏远山区 来做思想改造的 在这里只能扫牛棚 做吃脚大夫 可能 一辈子都会不去 既然这些你都知道 为什么还这么学 你之前 你可是 林来是下方到这里 参与农村介绍的知情 每年都会有新的返程灵儿 但是如果你现在跟我扯上半点关系 可能这辈子 都回不了城了 我觉得你现在最通明的做法 就是赶紧的 从后面脱身 赶紧走 沈大夫 你说的对 可是村里那些人不会相信 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 但是如果你跟我领证的话 可能真的一辈子回不了城了 你当之无所谓吗 没关系 等这件事情过了 再离婚就好了 你本来就是京城大院子弟 再过阵子 你不仅能回去 而且身份不俗 地位极岗 更何况 离婚对她的影响 总好过被打下一只眼睛 看起来这么正派的小姑娘 对婚姻的态度这么随便 离婚父里的名声多难听 她难道不知道 还是说 她另有目的 是京城那些人太过来的 我都看见了 宁愿被人拖进牛棚里面糟蹋了 快去救救她吧 幸福那王八蛋 下方到村里敢造还敢耍灵吗 走 我们去救宁愿 走走走走走 就是王八蛋 来不及了考虑好了吗 我就算躲得过这次 还会有下一次 倒不住让他们以为自己得逞了 等他们回城了 我再想办法 你想你想进去就好 你给我拿件衣服 啊 那些混蛋 把我的衣服拔 我 来 没关系 走开 青龙龙龙蛋 我滚出来 把宁智晴放开 滚出来 等一下 里面怎么没有动静 因为该不会凶多吉少了吧 快把顾约去 前面前下发 闯进去 就宁智晴要贴 好了 容赵南你个畜生 你对宁愿做了什么 小元都是我不好 害你被这个下方改造的坏分子给糟蹋了 小智晴你犯的你动手 小元我可是你的好姐妹 让我看你哪受伤了 我看一下啊 没好点啊 丁丁 大家都是同志 你怎么能咬我 王志强 你还发什么愣 就是人面授心的胸口 糟蹋我们女同志 我们大家打死他 真的意思 战场上的枪林弹羽 都没能让我受重伤 看来要在这儿 人大些啊 打死我了 出手 他没有糟蹋我 我们是在谈对象 宁愿 你在说什么 你在跟这个坏分子谈对象 那你身上的衣服 是他的 是 我们在谈对象 你疯了宁愿 我追求你这么久 你居然和这坏分子谈对象 苦苦落伤农村 你一辈子都回不了城了 就是啊 回城招工的名额这么珍贵 你就占一份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 回城哪有搞破邪相 这发骚都发到坏分子的床上了 你没说说见不见 就是 这要是搁在解放前 可是要进住棱的 我说了 我们在谈对象 男未婚女未嫁叫什么搞破邪啊 你的女儿小花也在跟隔壁村子的黑子搞对象 也叫搞破邪也叫犯贱吗 你臭丫头 你哭着什么 直说 我不知道唐真真看到了谁 我是在小溪边上打猪草 不小心掉进河里是容大夫救了我 他带我回来换衣服 对呀 你我旁边就是个小溪 这也合理呀 我已经决定和容大夫申请结婚了 明天 就会去队里要介绍戏 宁元 你思想觉我真是太低了 你居然和这个扫牛棚的坏分子 搅合到一起了 这没人规定 这下方改造的人不能进 那小妮既然说了 要和容大夫马上领震了 这就是个误会 大家都散了吧 那既然这样 大家都撤了吧 呸 不要脸那小让货 他这辈子发生完了 哎 你放心吧 老直叔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闹到知青点和公社去 不仅仙境小队的红旗要没有 还要扣几体公分 干嘛谢谢了 不过 你必须能帮我 因为帮你也是帮我自己 这句话 怎么说 你你你离我远点 你你你你离我远点 你你你你离我远点 不好意思 我我不是故意的 算了 你你你给我找点裤子啊 我 我 那个我先回去了 明天要去队里开介绍信 才能去线上办结婚登记 对啊 不过以我现在的身份 不能随便离开村里 我跟你们之前不一样 下方改造除了要扫留宝 下地劳作 还要上学习班 写改造新的 可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呀 平时村里那些红袖章 还时不时拿检查当借口 找荣罩拿麻烦 现在更不可能让他离开村里 呃 现在结婚也不一定非要贴照片的 我明天想一下办法解决下这件事 这还能怎么解决啊 我求一求老志叔 找个人帮你带领呗 也不一定不要贴照片 啊 你懂得还挺多的 不是你听我说 呃 是我 大舅家的儿子 他就是没办法去 就是这么办的 是吗 我先回知青天了你早点休息 啊 啊 父亲故意接近我 连跟我结婚的方法都已经想好了 这个您知青果然不在此 不过 不管你是谁 如果是 冲着我内心来 我迟早会让你 任何家 我连你 你说他怎么做一阵了 说是这么说 做了一 宁愿你疯了 以后被村里的人知道 你可怎么做人啊 李言哥要是知道 你跟那个下放改造的坏分子睡在一起 这可怎么办呀 就是 李言哥可是公社下面最年轻的大队书记 有文化有前程有权力 宁愿 你算个什么东西 是吗 所以你们以为毁了我 李言就看得上你 你 秦元 你什么意思 你自己不检点 还怀疑我们的革命感情 明明是你思想道德败坏 跟坏分子睡三觉 你滚出去 别惊误我们知青天 建议你们任何人都不要惹我 反正我也回不了 我不建议再拉一个人下 你自己搞破鞋 你还怨我珍珍 算了 明媛他思想落后 破罐子破甩跟坏分子搞在了一起 咱们以后不理他就是 珍珍 我看你就是脾气太好了 这明媛啊 以前就是你的跟屁虫 现在都敢对你发脾气了 没事 大家都是同志吗 不行 我一定要下这口戏 你说吧 我一定要给这个贱人一个教训 还好亲生父母给了唯一新屋 还没有被唐真正洪汴去 什么人 好像没人 是不是我太敏感了 她在藏什么 看来这个小丫头 确实有 这群人 上公也不叫我 算了 本来今天也要去队场开介绍信 不过 这个知情点 不能再带 对了 还有我唐科寄来的饼干跟大白兔 被唐科热火去了 那我得拿回来 请不恭喜 请不认识 啊啊 王建华你來幹什麼呀 讓開哎 別走啊 你就那麼迫不及待的 跟他壞分子住一起了 你睡誰路啊睡內路 這不如你所願的 我現在已經達不到趙公民額了 你還想怎麼樣 哎還不是你不願意跟我談對象 你要跟我談對象 我也不會這麼對你啊 這才倆一起回城不好嗎 啊就你這種惹 我跟狗 也不跟你 啊 救命啊 救命反正你連容莊男人就能都睡了 那給我陪你睡一下吧啊 我走啊 路上不想被咖啡呢 啊昨天所有人都知道 你就是個隨意給你睡覺的浪 像你說被我這隊裡鋼平了仙境的 我不好接你很強 啊啊啊 救命啊 啊啊救命啊 啊 我還想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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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嗎 熊莊男 你 來 起來 他居然這麼厲害 那上輩子為什麼會被打下眼睛不抵抗 我我還好 擁住 是 我 你這個 我 你這個 我這個 我這個 還是 我這個 我呢 傅 啊 那谢谢你了 喝给我吧我自己来 这还有一些你的裤衩子 好受死 啊啊给我给我 没有了啊 麻烦你 咱们赶紧走吧 这么容易害羞 还敢接近我 当客户就这点本事 来给我吧 麻烦你了 等下大楼桌的地方 这里你搬过来再说吧 喝 小心台阶 这牛氛还真是家庭丝壁啊 很臭吗 是外面这个牛氛发酵的组 这些点都是新盖的小瓦房 确定要搬过来 搬 做戏要做全套 我们是夫妻 这小特务 他挺有毅力嘛 不过 刚才没有看见他 昨天晚上藏的东西 还挺仔细 就是这房子 得想办法捣吃捣吃 看一看 怎样是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哎呀 这房子 是 我 不可以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我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我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你要是王建华那样的人 昨天晚上 你就不用忍得那么辛苦了 你还挺容易信任别人的 这么了解我 看来这个小特务 没少做功课 有备而来啊 那什么 容大夫 你先忙 我去村小队 开结婚用的证明和介绍信 好 这这是 这是 容大夫 谢谢你今天又救了我一次 这可是比米粮还金贵稀罕的零食 你手得给我啊 哎呀 这是我家里人寄来的 咱们是夫妻 同甘共苦应该的 谢谢 那 这小特务还挺香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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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飞翠如意 绿意深浓 水头极好 做工精致 一看就出自大家手笔 这宁愿家 到底是什么条件 竟藏了如此 丙肩的翡翠霸间 看来 这小特务 确实不忠小吃 哎呀建华 你下次得小心点 别再从河地上摔下去了 就是脑袋破了 肋骨也裂了 你得养病 就不能继续赚公分了 让他去糟蹭宁愿 王建华这个废物 难道没得手啊 王建华受伤 病假的公分 一天只有三个 咱们还得多干活帮他补上 不然年底屏公分分量事 公分不够 咱们都要被拖累 行了 咱们一会还得拿吃的去看王建华 毕竟都是自己同志 珍珍 你人可真好 对了 小霞 你家不是给你寄了油茶 跟炒米吗 对 请小霞 你拿点出来 都是咱们自己的同志 不要学资本家小戏 我们去给你准备新疆蒜 嗯 可我没有肉骨汤 吃饱肉汤没有肉骨汤 不好喝的 没事我有红糖 我拿点红糖 冲油茶炒米 珍珍你可真大法 我的外年轻饼干 跟大白兔那堂不见了 什么 那可是户上高级紧下户 省成要票 乡下更是有钱有票都买不到 对了 我刚才看见宁愿的东西都搬走了 一定是他偷的 什么 宁愿这个不要脸的小破心 那包饼干我从他手里骗过来之后 一个星期我就舍得吃一块 他居然敢偷回去 他果然一靠近那个下方改造的坏分子 思想就腐化堕落了 现在都变成小偷了 那饼干和奶糖不都是那人家里的 那又怎样 害给珍珍了那就是珍珍的 走咱们去村小队告他去 做贼是要挂牌子游戒的 王建华没得手 我正好可以逼李延亲自处理 好我们就去找李延哥主持公道 幸好老直叔让我和荣张男去学校的 小破仓库搬回来给废酒家具 要不这日子都没法活了 是否还拿你就一千 kravet 他力气好大呀 这人看起来高高瘦瘦 一副温弱书生之不饱 Funding 居然力气这么大 这些东西 要先干净屋子吗 嗯 那个 要先胡报纸修房顶 这些家具需要修补了才能用 屋里面太小了 导动不开 你会修这个 会点修了再说吧 我还挺敢想敢干的 大佬真是夸我了 对了 还缺一套桌椅仓库有 我去搬啊 我去吧 你收拾一下屋子 没事 这毕竟是搬公家的东西 你去南面有点麻烦 我去就行了 这个小偷 他挺为我着想的嘛 我就说他是个小偷吧 不仅凑我们的东西 还敢偷对他的桌椅 现在人在并货 我看他怎么解释 大家跟我过去 一定要让他在大会上做检讨 把他板在电线杆上 施终教育 大家给我把他板起来 板在电线杆上 施终教育 这群人怎么凑一块 真是冤家路程 站住 你这种小偷坏分子 竟然敢偷对你的东西 你可真不要你 黄雪黄 你说谁偷东西呢 这不是你偷的 难道还是对上给你的 你都能堕落到 跟下饭分子结婚 大家说 还有什么事他干不出来的 是呀宁元 你说你好歹是读过书 受过教育的知青 怎么跟坏分子在一起之后 就堕落了呢 这偷东西啊 可是要被批斗 判刑的 你你再说你 走了 林知青 当贼偷东西 这个是社会属于助纯的行径 你跟下方分子私混也就罢了 怎么做是这么敌人现眼的事 拿来 看见人不道歉 我会念在眼前出番 跟组织生息 对你争取宽宽宽 李岩 李岩 李岩哥 医生可是说了 你愿这次要是再流产 可是真的还不了怨 你真的說 不能和運算是嗎 像個巴不得那個賤人 出門被車撞跑 要不是他賴著不 早就把他取消了 怎麼那麼容易 李延呢怎麼還不來 再不送醫院孩子可能保不住了 李延說還在開會忙著沒空 讓咱俩看著處理算了 在家门口流产 真是晦气 你很生气啊 记住了 李安哥已经委托我签字 保小 别急 我马上就送 上路 我想到这辈子是用这种方式和他重用 你好 他还是和以前一样 不问青红皂白 事情都推到我身上 情世是我鬼的心强 做了一辈子世人眼中的行妻良命 现在如果是你 你还会重蹈覆辙再嫁给上辈子的丈夫吗 林志勤 你你怎么哭了 我不是说了吗 只要你扔错 组织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的 那还用说 肯定是继续害怕了呗 我说了我没有头 这是我为大队上借来的 我为什么要道歉 你好好说话啊 看大律仓库的就是我 谁借给你的 我怎么不知道 不仅偷东西还谎话连篇 明云你可真不要你 李言哥 既然看仓库的同志都作证了 咱们立刻把他捆起来 交给老知书禀过处理 就是林书记 偷到绝不能姑息 林志勤 我再给你最后有道歉的机会 去找老知书正好 结局就是他开开了 死丫子嘴硬 大家跟我上 把一个堕落分子抓起来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拉我 我看 啊 啊 为什么 你让你碰了 你抽东西也就算了 你让碰我一份沾水 我我给你拼我 啊 住手 住手不能打架 放手 先动手的 他拼什么要拉我 虽然你先犯错的 你要去听 没想到你现在思想这么腐化堕落 到现在不知悔改 没想到李书记这么年轻就不费千物造白 李言哥 我就说他不知好歹吧 咱们必须得开会逗他 我会把他们杀死 啊 小心 洪洪来 你没事吧 我 林雪芒你不只污蔑人還打人 當我好欺負是嗎 壞孫子就是過一隻老鼠 人上都能打 是嗎啊 我讓你打人 你都快要再罰我啊 找我啊 找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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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別打了 明媛大家都是同志 你怎麼可以這麼狠心 我狠心 你們仗師騎人打我男人污蔑 我那時候都不狠心嗎 你不是有能耐嗎 我讓你打人 媛媛媛媛 你去打人 你去打人 媛媛媛媛媛媛 媛媛媛 媛媛媛 你去殺死自己了 我沒事 這位小偷 還關於兄弟 他們欺負別人就是不對 誰欺負你了 明明就是你偷對上的東西 偷真正的東西 害老羞成龍鋪我沾水 你也好錯啊 那是你自找的 你信仇自豪 無敵我沾我沾水 我就不能快沾水了嗎 真的 你們幾個 現在黃志欣就爆炸一下傷口吧 我不是 今天早上我們去田裡幹活以後 就發現真正的奶糖和餅乾都不見了 不是他偷的他那是誰 叫青銅 improves 毒 看你 瞬間 丫師傅 啊 這好像是吧 明鏡家裡就是通過痘頭別人爬上去的 咱們可惹不起 啊對對對 真正的餅乾盒你原本有兩張十塊的 現在只剩下一張了 偷東西偷錢 就算購不成坐牢 也要被避党處分 是會影響一輩子的 他自信 要不你再找一找 是不是其他人拿錯了 李燕哥 你現在是在懷疑我撒謊 你为什么不怀疑他 跟这个坏分子搞对象 被带坏了呢 算了 我知道你跟女儿关系好 维护他也是应该的 陶志欣 你这话过了 刚才女儿志欣怀疑我乱扣帽子 我作为大队领导 不能光听你一面之词 所以呀 我才来当面对质 他不仅偷东西偷钱 还欺负我 他这种人不上报知心办 怎么能行 李言哥 你作为领导 难道就因为有人 要给你跟他借了对下 你就黄雪红 刚才那条脏水没有洗 赶紧你的嘴吹打是吧 你你敢 你要是敢心口开 可我就敢 姐对 你这样有点会变成没 人对不踏出真相 这是你没给你 你说 元月 一副书记啊 辛苦了 不过外人确实不是那种人 要不是因为和你在一起 他绝对不会遇到这种事 雪红 小霞 你们说 我盒子里的东西 是不是今天早上不见的 没错 我亲眼看见的 真正的谈个钱 就是早上不见的 肯定是你偷的 对啊 真正盒子里面的东西都不见了 就剩下一张十块钱了 对啊 林志青 你早上大家都上工了 就你不在 就是 唐志青为人正派 昨天以为你宁元出事了 唐志青为了找人帮你 连鞋都跑掉了 连鞋你偷上东西没有连鞋 连鞋 你没有没亲眼看见 连鞋同事偷东西了 口述无凭有证据吗 他居然连着两次出声 还帮着我说话 你这个坏分子 肯定是你带坏宁元 让他偷路死的 对啊 就是你这个坏分子 指使林志青偷东西的 等一下 这件事情和容大夫没有关系 我根本没有偷东西 根本没有偷钱 我有证据 宁元 你有什么证据 尽管拿出来 大队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好 唐真真 这是你说的饼干和糖吗 我的万年金饼干 大白头那颗 糖怎么少了 你还偷吃 我的翡翠如意呢 这是我亲人从户上给我寄来的 我怎么不能吃 你撒谎 这是我家人给我游过来的 对 我亲眼看见的 这是真真家里人寄过来的 这下不知道宁子青还有什么话号声 还下乡之渊农村建设 不偷我们东西就不错了 这是我的证据 上面有从户上进来的油车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上面写 我眼前面该一合 大白头乃塔一报收件人 宁元 宁子青是有证据的 糖就是他的 好了 我现在证明我有糖和饼干了 那你怎么证明这是你 那你也只能证明你有过糖跟饼干 你已经吃掉你的了 这是我的 啊 对对对 谁主张谁举证 李渊同志已经证明了 你赶紧去证据了 你说说 这次如意上有什么标记 学红跟小霞都见过我收包过 何况这里轮不到你一个坏分子说话 谁主张谁举证是对的 唐智杰 说了跟你同物的知情 你还有其他什么书面证证 证明糖饼干和肥脆 有人证还不够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就当饼干跟糖 甚至如意翡翠都是他的吧 是我误会了 行了吧 等一下 唐智杰 你就想这么走 我不计较还不行吗 可我计较 我丢了一张十块钱 我现在怀疑你盒子里的就是通物 你说什么 如果你盒子里有一张十块钱 那就是我 明远 你胡说八道什么 这张十块钱是我的 你有那么多钱吗 我的亲人能从户上给我寄东西 我当然有生活 有犯罪 Sty bed Expect 没实在你是你 你还想吗 o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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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你一點證據都沒有 還說別人偷到東西 怎麼可能 你什麼時候在我的銜上寫了名字 你敢搶劫 這是我的錢你還給我 夠了好幾句鬧夠了沒有 隨便誣陷別人犯罪 李 李副書記 或許是我記錯了 我的十塊錢 應該是放在小霞的作業本裡了 對對對 我的學習本里 好像是有真正的十塊錢 那製好給您之前 並且爲剛才的誤 AND 道歉 我念你是出貝 打得可以不接多少 那即便這是誤會 他盜竊組織的卓椅 這總是真的吧 我不是說了嗎 這是老知書借給我的 您不信的話可以去問問呀 還有賴會計 早上是他給我開的餐廳 哦 對我想起來了 今天早上我看見賴會計 跟宁員去小學倉庫了 真的還剛才太亂一時沒想起來 原來是這樣 我也覺得你也不是這樣的 林書局 你剛剛可不是這麼說 既然唐珍珍誣陷了我 那他就該道歉吧 杜志欣 剛才是我情急之下誤會你了 杜志欣趕緊給他道歉 我也是聽學紅這麼一說 他也是誤會了嗎 杜志欣 行 對不起不想倒算了 這麼勉強沒意 明月你不要太過分 誰過分誰心裡清楚 我奉勸有些人哪好好做人 別動歪心思 不然陪了夫人就這 你你算了 這次確實是咱們草率魯滿了 你們跟他們都是一伙的 可這明月還潑我一身臭水呢 書記我現在選我回去洗澡 哎 嗯 行了其他人也都散了吧 您只請 我有件事想問你什麼事 上次一起約好周末去正好看電影 你怎麼會跟他在一起 是不是這個壞份子前逢你 你告訴我組織給你做 看電影 這個小特務跟這個大隊書記的關係 真不簡單啊 霍勞李書記倉喜 是你誤 我們之間就是普通的革命友誼關係 更何況 我和容大夫已經向隊裡開了介紹信 明天就要解放登記 是嗎 你們真的要解放 好 既然如此 楓張楠 好好對您之情 不許欺負壓迫婦女 好好學習領導的思想 大隊隨時會檢查你的思想改造情況 是 這年輕的副書記 畫你的重點應該是 要好好對待您之情 不然就是思想改造不動了 這小特務 挺有魅力跟手段的嘛 白蟻下午送公社過來了 應該是來給你送生活費的 他在生產隊辦公室等著你 白蟻 我幫容招男處理一下傷口就去 我就有點小傷 自己處理就好 你想幫你的事 王雪紅下手太重了 我不放心 行吧 我是村里的指教大夫 真沒事 是啊 白蟻好在生產的長輩 好吧 你放手 我自己去 楓楠 忙活一下午了 歡迎是乾淨一副回去的 好 那在外面等著你 楓楠的大姨 看來就是一個摸清小特務 離析的機會啊 李延書記 實在是不好意思 我沒什麼 那白衣 那你和楓楠下聊著 我去處理點事 大姨 我的 收穫費 你還好意思提錢 你嚇我不是很厲害 後面那些臭水嗎 我什麼時候 惊了你這地主小姐的脾氣了 原來是唐真真過來告狀了 你是我的大姨還是別人的大姨 你動手之前不能先問問前因後果嗎 你還敢停嘴了 你要是沒掏 那翡翠如燕怎麼會在你手裡 那可是我們都全家保呀 那是我外婆三歲的時候送給我的 你胡說 外婆給你 我和你媽都不知道 你還撒謊 你的命都是我們給的 你趕緊把表情容易拿過來給我 我外婆就是看你們找我要才不讓我告訴你 大姨 你還有什麼要求不妨說來聽聽啊 還算你誰去 趁現在沒領勝 你趕緊去大堆說清楚 是那個現容的對你圖謀不軌 再去會求李延原諒 自己還是清白的 天打期間 偷看婦女洗澡都會被判死 你讓我這樣無限容高難 是想讓他被槍斃嗎 這麼豬狗不如的手果單看的 壞賬 我看你這時候壞分子睡得被我堕落了 你這個不要臉的東西 我今天就好好教學教學你 我不是從你肚子裡出來的 你代表不了我媽 再說了我長大了 我做任何事情不需要你同意 你小賤人你翅膀硬了是不是 我就會站住 盧壮男 不是讓你在家休息嗎 你怎麼來了 我要是不來 你把進醫院的就該身體了 該怎麼領著 原來是你這個壞分 你讓他正好好 你們的婚事我們不同意 你趕緊日出會我說清楚 是你出現寧願美色 逼他就範 不然 我要你好看 你做夢 我告訴你 我們是兩情相約 今天這個婚我結定了 誰都懶 你 你 你這個不要人的賤婚 你知不知道你這樣做會連累家裡人 你知道外面怎麼看我們 你對得起我家你這麼大嗎 搶小刀大 什麼家務不是我做 知青的補貼也全部都給你們了 大爺 我對得起我的良心 你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嗎 你不就是想讓我跟李妍談對象 然後讓他給你的兩個兒三拍工作嗎 你休想 你見人 你早就猜到了 你是故意的 你說是就是吧 我就是不想給別人當電腦師 還有翡翠如意 是我外婆給我的 我不會給任何人 陳妮嫂 你這個賤子你敢走 放手 滾開 不管你的事 我打死你 來 永遠 你這個青製爬外的狗東西 我看見真正送了 你什麼敢讓人打我 你怎麼敢 我不管大爺 安心我 做到最懵 做我做我的藥 做到死我了 罵得個症子 我看他 我身體大意 身體超 沒事 上輩子真說什麼 所以这辈子 才会被她折磨 我小的时候 我妈送我去上学 她就拦着不让去 说女孩子读什么书 等到长大了 就想把我卖了 给她的两个儿子 换个前程 你怎么不动了 是不是骨头针断了 我看 这么一段的话 也得厉害 你不会怪我吧 你是为了救我 我怎么会怪你呢 怎么回事 这怎么回事 又是你这个下方分子 你不好好在牛棚呆着 跑着来做什么 老大 我来救我对象 你来 那白衣怎么受伤的 明月到底什么情况 是白衣想打我 我就推了他一下 他就受伤了 真的 是你动手 还是怕动手 他是我 是白衣想打我 我就推了他一下 这大衣怪我没有听从家里的安排谈对象 李淑姐 这是我们亲属之间的小矛盾 大队也要管 这个小特务 还挺维护我的 不过糖衣炮弹不好使啊 既然如此 我们先回去吧 那我找的 老白衣送到他箱里找大夫 谢谢你娘李淑姐 回去回家吗 这去哪啊 我今天把大姨给打了 我爸妈恐怕连那两块五的生活费都不给我 我肯定要去找一点吃的 你去吧 什么地方 走吧 我带你去一个我呢 嗯 哎那个李书记是你对象吗 他好像看我和他说 其实 你完全可以求他帮你摆脱现在的困境 等个这下给你 我说了我跟他没关系 不仅这个 真希望上辈子也能交易 啊 这都什么 啊 要不是怕被人说是好几挺羊毛 失去回程名额 我也不会把工具都存起了 现在无所谓了 你还会钓鱼啊 你看着呗 你就不怕被别人发现了 要个资本主义乙吧 让你参加学习班反省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容大夫还会告我这 还挺机灵的 不过林知青 你又何必担责嫁给我呢 你家里人不会原谅你的 现在都信了 七八年秋天了十二月 上头就要彻底定下改革开放的国策 日子只会越来越好 我还怕什么呀 我有道德 答应了跟你领证 就绝对不会后悔的 是吗 你又要谈知青钱的时候 可不像道德如此高盛的 果然是大老级的词子 这点小手段都瞒不过他 我那是以欺人之道还之欺人之身 更何况 这些年 唐真真骗我的钱财可不止这些 他想毁了我的时候 可一点都没有收 十块钱而已 全当他给我的 精神损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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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损失还能收费啊 厉害的大人物 也有露出这种傻乎乎困惑表情的时候 笑什么笑 这是想对我用的人计啊 还有什么精神损失 一天就是拨来词 难道他不是要整我 和我家的那拨人派来的 还是大海对应潜伏过来的小兆 我没笑你 这个词是我从书上看来的 走吧我们回家做饭吧 你把鱼拿上 你把鱼拿上 大佬这是怎么了 突然这么吓人 多没用的 总有让我过去的 这个小特务迷稀的一条 真香啊 来 尝尝我的手艺 这小特务的手艺还不错 让他住进来 倒是有些额外的好处 怎么了 没事儿 我就是在想 你看起来也不像是那种 容易被散计的人 那天为什么会被下药 那是秋收庆典结束后 有红袖招募过来 送我酒肉包子 说是分享集体荣誉 他们看着我吃的 那给你下老鼠药你也吃啊 那他不敢 不敢就不会黑心干这种事了 不过看他那么胸有成竹 大佬可能比我想的还厉害 算 吃饱喝足先撤 以后再慢慢抱大腿 我吃饱了 我先睡了 啊 这些烂坛怎么不收拾一下呀 我是来收买 不是来当老妈子 上辈子当牛做马已经很难了 这辈子我得换了 我煮饭 你刷锅洗碗 这叫做革命分工的不同 晚安 仍招男同志 他这个小特务当的平懒 现在不应该是嘘寒问暖 拉紧关系掏起情报的时候 他倒好 直接进屋洗澡睡觉了 我倒是想看看 他到底想玩什么把戏 你怎么不穿衣服呀 谁洗澡穿衣服啊 你吗 你怎么不穿衣服呀 谁洗澡穿衣服啊 你吗 我是说 洗完了怎么不穿衣服 我这不是习惯了 夏天睡觉 不穿衣服吗 你要注意影响 现在房里有女同志 你这位女同志 都要跟我这个坏分子睡同一张床 你在注意什么影响呀 我们又不是真夫妻 你睡里头 我说外头 你先睡 我进去拿他 这小的 还挺有耐心的嘛 看样子 这是打算怎么泄水长流 慢慢用我深入套取情报的路子 不过 航衣炮弹 对我可没有 好 还好没事 能装男呢 一大早上人去哪了 我怎么记得 他昨天晚上就不在呢 生更半夜的能去呢 有什么秘密行动 起来了 起来了 容大夫啊 你醒的挺早的 嗯 那个招拿 嗯 村里的介绍信下来了 今天华子哥就带你去跟我领证 看来 他街头的地方 不是在村里 而是在县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不确定 可能要顺便买一点东西才回来 用你昨天得来的 不一支材 嗯 嗯 就是用我的不一支材 我们呢 是夫妻 我用了不一支材 就等于你也 夫妻吗 我是真没想到自己 为一个小特务啊 做妻子啊 这个该死的宁愿 想敢偷我东西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啊 我的屁股 徐红 你的屁股没事吧 还好 这该死的宁愿 我一定跟他没完 犯了 反正咱也惹不起人家 徐红 这衣服味太大了 我处理不干净 要不我扔了吧 可我这衣服 是我家人干寄过来的 哎 是啊 可惜了这么好的衣服了 这个宁愿也真是冲动 这衣服 遭捡东西 哎 珍珍 你说这句话 可提醒我了 我这衣服 是他弄坏的 我得让他陪我 我得让他陪我 算了 你还没吃过亏吗 多一师父少一次 小霞说的没错 宁愿现在有坏分子护着 李安哥也帮着他 你别到时候去了 再被他给打住 我还能让他再打我 我还能让他再打我 刚才 那时我没留意 再说了 他现在三天两头不上工 这好事 还能都让他给上了 不上工 确实不公平 王建华不能上工 宁愿也不上工 才能公分本来就不多了 现在更少了 他刚结婚 新婚一耳是难免的 不过我看当年满花姐 那些刚结婚的知青 公分都算到村小队里去了 不知道宁愿这次怎么算 是吗 那我可得要找李言哥说说 他跟坏分子结婚 居然还想分我们粮食 他做梦 顺便啊 让李言哥给我做主 让他陪我衣服 哎 你们要不要一起啊 我 我事情还没忙完呢 还有几针 小霞 你先陪着雪红去 好吧 那咱们走吧 嗯 等一下 这个衣服脏了 我帮你包起来 我的屁股 一定不会放过他 你们先去 我待会就过来 芬姜你可真好 那我们就先走了 好 芬姜你这个贱 我看你这次还不行 李言哥你这是要出去啊 老子说也是找去的 你们有事吗 嗯 我们耽误你几分钟 想要跟你通报件事 这样说吧 还不是那个令人 他都换分子睡了以后 也不好好上工 你说这年底分粮食 我们担心公分不够 所以能不能把他从执行队 化到村小队啊 村小队是按互算公分的 像荣罩男这种下方分子 是最低的 永远是执行 有被正宋照顾他 谁管这么多呀 是他自己刺刀过我 李言哥你看 他把我衣服弄的 我要让他赔给我 公分的事 我可以跟村里再商量 但衣服的事 你当时怎么说 那我当时也不然把衣服脱了 让他赔吧 你看 这可是新衣服啊李言哥 然后怎么怎么写 是宁愿写给你的信 这可是流氓罪啊 宁愿这个堕落分子 都结婚了 居然还敢写这个 怎么可能 你严格你看看 这证据确凿 这流氓罪 那是要掀毙的 不行 我现在就要去举报他 等一下 怎么了 这不是宁愿的自己 什么 宁愿哥 你的意思是 难道你不是有人要派到宁愿 你看我干什么 这衣服是真正亲手包的 再说了 我可不知道有这种东西啊 这件事我希望就到此为止 公分的事我会处理 那我衣服呢 算一下你说你我们先走了哈 哎我衣服 哎 杀志庆 我都看到你了别躲吧 连哥 好巧啊 巧吗 你难道不是故意来的吗 连哥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我管理村里所有的知情 你们的知情我都很了解 这是你写的 不是你原来写的 你想害他 我没有 还说信不信我现在拿到村废 让大家对比 别别别 连哥 我知道错了 对连哥 我其实就是为了替你打抱不平 他之前明明是别人给你介绍的对象 可是他转头就嫁给了那个坏分子 那是我的事不用你操心 李连哥 你就真的甘心 好之前我再说一次 我们这家关系没那么熟 不用你做甘心事 以后管好你自己的事 下不为你 明月你这个贱人 明明都贱人了 连哥竟然还这么护着你 丁度不放过你 你 这小兔去县城里的任务做完了 这么开心 人呢 喂 到这儿 是 你在上面干什么呢 吓死人了 你不是让我修房顶吗 你会修房顶 那你之前为什么不修 我赛费 那为什么我让你修你就修了呢 你让我修了还不修什么 你就得自己上来修房顶了 这身板这么瘦小四肢不发达 到时候 大概是会从房梁上睡觉去摔伤的 我就得去照顾你 我可不想给自己 添麻烦 我就知道你没这么好心 快下来 我给你买了好东西 是啊 你不是修房顶了吗 算你的工钱 两块钱一双呢 所以你去县城里就特意购买套鞋 我还给老之书和华子哥买了喜酒洗糖 毕竟人家帮了我们这么大忙呢 你快下来 试试合不合适 今天晚上我们吃扇鱼汁 这小偷居居然发现我的鞋 快穿不了了 这功课啊 做得倒挺仔细 是不是 这小偷居然是 就是 看什么 可以 鞋码真不合适 你不是龙虾会散吗 那你怎么不穿 看不上我买的鞋 那也不能穿这好鞋进牛棚吗 你这个鞋买来就是穿的 好你放着把它放旧了 然后你再穿旧的 那我再换换来 哎呀你现在别换了 你换衬臭死 你去洗个澡穿上再说吧 想起我 他应该是天枝娇子一样的男人 却被搓磨得一双胶鞋都不舍 哎我说啊 还要我们这牛棚啊 再拴脚一下 距离大部分人住的地方 都还比较远 不然你这 天天的挖更加墙角 真的随时可能把你带去 公开批评 割资本主义一起吧 让你做 自主检查 你要是觉得割资本主义尾巴 那你别吃啊 你怎么不穿衣服呀 你去穿衣服 你这不是穿了裤子的吗 好好好好好 这不是一个人住习惯的呢吧 下次注意 小特务看到男人的身体就爱吃了 这怎么是写任务啊 谁啊 小心 没事 没事 石头 这人真缺德 偷我的粥还敢砸我 啊我的粥 我的粥 我的粥 我的 我的粥 这是我的粥 我的 这粥是我的 这粥是我的 把他给我 把他给我 给我 我啥 这是我的粥我的粥 我的粥我的粥就是我的粥 我要去公社举报你 偷偷挖空架的架架 我的粥 如果你在这么屋里取闹的话 我以后再有什么味道好吃的 就再也不给你 我就知道你 请了媳妇上了床 就不做人了 你别太过分啊 我怎么过分啊 臭小子取了你就忘本了 你别那么多废话 把粥给我 老头子等着吃 你凭什么这么理直气壮啊 这饭是我做的 容疮男的不一定有份 你就更别想了 你 你 前世里研究 纵着乡下的七大姑八大姨 年年上门打秋风 现在又想拿我当软事 做梦 这样吧 月 虾铺老公 最近生病了 不然这锅粥就先给他们 凭什么 跟我有什么关系 唐老之前都挺好的 但是最近身体确实不太行 这锅粥 就当时我签了一个人情 能让容大佬开口求人 看来不简单 更何况前世是我害他失去眼睛 今生他就这么点需求 我再不满足 也太不当然了 行 那我记下来 这锅我跟你等 谢谢 这锅粥 是小龙吗 我家老婆子 又去麻烦你了吧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老头子 有吃的了 山芋粥 可香可香 什么山芋粥啊 你又找小龙要吃的了吧 不能要 不要再这样了 没想到 有人处境居然比容装男孩困难 大爷你们吃吧 我们还有烤鱼没事 你是小男媳妇吧 你也是个好人哪 这招拿回去吧 年轻人下地干活 不吃饱怎么行啊 老头子 你都变成这样 你不吃东西怎么行啊 你这病 就是饿了 你这病 你这病 就是饿了 就是饿了 你这病 哎 你要是不吃 就是怪我 成分不好拖累了你 别这么说 老婆子 你吃的 我不爱吃晒鱼粥 腥得很 我还是吃那个快乐 老婆子 你总是这样 我 我怎么能吃的下去 没想到挑大份熬肥的唐浪 居然这么温温而已 唐浪以前 可是刘过一样 读过书的终于胜手 这么好的知识分子 居然被糟蹋成这样 我再去给他们拿两条考虑 哎 你不是不想给吗 而且我们只有两条考虑啊 你又不是没有看到 他们有多么可怜 劳动愚民要互相帮助 阿婆 这个是红糖和鸡蛋 给唐爷爷补补身体 红糖鸡蛋 我们还能活几天呢 拿这么金贵东西干什么 胡说 这可是好东西 我就给你冲 等等阿婆 你要先把鸡蛋煮好了 才能放红糖 吃不熟的鸡蛋容易感染沙门式感菌 很危险的 什么杀杀杀菌 以前都这样 可没事 你臭丫头 少吓唬人了 小元 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干菌 你学过医 没有 我以前家里住在卫生院边上 我有一个大姨在里面工作 经常带我进去玩 我就了解一些 那你懂不少卫生常识啊 刚才赵南也说过 我以前是个教书将 臭老酒 早年在福大任过教授 也学过祖传中医 开过医馆 福大教授 那阿婆呢 她呀 是本村人 就是个地主婆 这条村和隔壁几条村的地 都是她家的 她父亲 在省城做银行生意发达后 她就去了英国留学 我们呢 还是在赛马会上认识的 英国留学 什么厉害呢 老黄厉了 还替她写作什么 原来 全场最美文化的人是我 你别这么说 你最近不是每天晚上 都在看书背口吗 你都弄了 你俩都住一个背味了 这还有什么秘密 小元 你也想念书 如果你们不嫌弃 我这个老头子 愿意收你做关门弟子 那个 真的可以吗 你疯了 就是你那帮学生弟子 把你整成现在这样子 你忘了 那不一样 小元跟他们不同 她是个心上的好姑娘 再说了 我这把年纪 又有个传承啊 更何况 我看见小元 就想起来 咱们在一起 读书的日子 行了行了 反正啊 我是劝不住 你这好卫人师的老头子 臭丫头 你听见了 敢辜负她 我第一个不找你 怎么 小元 你 不愿意 我当然愿意 只是怕我太笨了 总装男在这儿吗 总装男在这儿吗 李书记想过去 这么晚了 去干什么 当然是出去检查 怎么 你让我找事 放心 我没事 我先过去一下 阿婆 我不太放心 我过去看看 你这看好这丫头 看好他们 赵男的身世 你不是不知道 他得 所以 我更要守小元做关门弟子 我这一把年纪了 不会看错人大 赵男 又是敢欺负小元 我这老骨头 不会放过他的 四文败雷 宁愿怎么会嫁给你这种人 看来宁愿这个小偷 我是被迫跟你一面分开的 今天这顿找茬 是都不开了 这几位是上面下来的干部 专门对你这种人 做思想专项检查的 行了 让我们去他工作和改造的地方 检查吧 同志 不好意思 从小队办公室这边 还有些事要处理 下来的干事 陪几位一块过去吧 习惯 习惯 李延居然不去 他不是想成过吗 行 李延同志 你忙 那我们就自己过去 行吧 在这里发什么呆呢 走 这是我照男的 明远找的那个男人 就是个破落户 他也迟早没有好下场 好好的一个自信 自干堕落 嫁给一个落后分子 真是对我心意 是啊 今天有人来收拾那个信仰的 咱们只需要 添油加火 跟我作对 看我还不把你往死里走 陈干事人已经带到了 行 我先去检查他的思想检查 有问题的话再整顿 好的陈干事去 把你的思想检查拿出来 好 好 好 你小心死吗 你这来送死吗 你还是那么狠 真想要我的面 我可不是你队长 我早退役了 赶紧过去 我才不留这几年 可一直没懈怠着 怎么到了你这儿 还过不去三招了呢 我还拿着全球比武大赛第一名呢 表示怀疑 队长 以前听咱们老领导说 你骨骼惊奇 从小跟着高人学武 是真的吗 少来这套 留远点 不行 队长 别那么冷漠嘛 我可想你了 别娘们儿急急的 说吧 干什么 接下来犯传的话 赶紧快 队长 你看见我来 就该知道我来干嘛的了 对不起 我们来晚了 不管你找我干什么 你们有你们的生活 只有我的日子 少跟我想办理关系 队长 一些都已经结束了 现在全社会上下 都恢复了秩序 我这次来 就接你回京城的 我们都知道 这些年你受了不少委屈 对的 你就跟我回去吧 你可是十八岁的时候 就让所有人 能臣服的天才君王 是我家老头子 让你过来找我的吧 老领导 现在恢复了工作 他一直牵挂着你 我接到命令 就立马来找你了 是吗 我看他是怕我不回去 给他当棋子 让你过来 打头针探口 那关系的吧 我向红旗发誓 我绝对不是探子 老领导真的牵挂你 红旗保佑 我也是为了革命 你走吧 我是不会回去的 我现在已经习惯了 这向下的生活 更何况 我有工作 什么 你不回去 我醒注意 这我们装如 Lucy 这怎么行 难道你要一辈子烂在这个水沟里边 当你的狗屁村医吗 当村医怎么了 就此扶伤 多么神圣光荣 这可不是你该干的事 队长 你可是人中龙凤啊 你是疯了吗 明明已经好起来了 你还是不愿意跟我回去 我可不是你说的 什么龙什么凤 这些年 我已经看清自己了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更何况 我已经结婚了 骗人 心甘情愿烂在这个水沟里边 又怎么会一直保持 身体和身材的巅峰呢 再说了 你一向不敬女色 我不信你结婚 我从不说谎 龙肇男 别再骗人了 我是甘于简单的人 不愧是当上队长了 有能耐了 到底是为什么 你们是什么人 龙肇男呢 龙肇男 龙肇男你没事 我去走了 真的结婚了 那请勿势怎么办呀 前世龙肇男 就是因为我被洪秀章 打瞎了眼睛 近身不会还是逃不掉吧 这是领导检查 嫌人免计 什么领导啊 你们是不是骗子呀 你让我进去 龙肇男 龙肇男你没事吧 你出生了 杰志 跟我退了婚的人 该怎么办怎么办 龙肇男你说话呀 你再不说话 我闯进去了 你想过去 我会联系你 行 我这一次 我是用南西城省会凝视下来的巡查组 干事身份来的 我可以待很久 你可别想着随便撒个谎去把我支走了 十二点半 到后上 别装任务给你 是 队长 龙肇男 这市里来的领导还挺客气的啊 灰舞还这么担心你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可是你的老故乡 都是自己同志嘛 陈干事 我们没拦住他闯进来 这就是小嫂子 长得确实水灵 但一个下乡之亲 恐怕进不了龙家的门吧 陈干事 龙肇男一直努力改造积极上进 别说了 他呢 确实是有进步 不错 继续努力 走 我们去检查下一家 这领导看起来人不错 他没有为难你吧 哎 你的手怎么回事啊 他闷闷闷 没事过会就好了 怎么回事 我去拿药 哎 别拿了 药太贵了 他们经常为难你 我们省着点用啊 你很关心我 我们是一条神上的蚂蚱嘛 你别灰心 日子呢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你肯定可以灰心成它 你就这么确定 嗯 龙不会困在浅滩 荣赵南 你一定是可以的 可以回京城的 荣赵南 快快快 荣赵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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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汪家华 你干什么 我干的你这个 只会脱机脚后腿的会 你别跟我走 啊 是 你没有什么权利打人 凌云 你就要给这种落后分子 也跟让他一起堕落了 居然敢护着他 我不护着他我护着你吗 怎么 你头伤的伤好了不疼了 是因为我在身上 我也太前骨罪人了 宁云 我们今天市里有人下来检查 就是来抽取一下他的思想改造情况 免得拖村里大家工作的后腿 再说了 你急什么 作为知青一点思想觉悟都没有 谁给你的资格检查 是公社派你来的还是生产队派你来的 你眼瞎呀 没看到公社的干事在这 上面有人下来检查 明知青 既然作为知青更应该协助大家帮助他劳动 改造吧 不应该阻挠大家对他的帮助 你们的改造是什么是随便打人吗 打他怎么了 这种落后分子写的报告 那 那 一看就不是老师 这位干事 那我问你 今天上头的调查都下了 是我对象犯了什么大错 要惩罚他要处分他吗 这 这倒是没有 但是这位唐知青说了 上面检查组 对他劳动改造非常不满意 我们只是下来复查一下吧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没错 我就是出于对集体的关心 好心通知了公社的干事 可是我记得 村里是李副书记负责巡查帮扶 今天就算是有调查组过来 也是他陪着 是啊 怎么 我建议你去问一下李 检查组到底说了什么 你们这样贸然打论李延同志的安排不好 吧 这个 这个 你们要是敢随便再动 我现在就到城里去报警 现在不是以前了 你们试试看呢 行了 这件事 已经到此为止了 我回公社找李副书记 商量一下啊 哎等一下 哎等一下 宁月啊 咱们大家都是知情 我们是为你好 才来检查这个落后分子的思想情况 哎你还不理情 用不着你为活 荣州男是什么人 我心里清楚他 我是忽定 你 不知好歹 来人 先把宁知青摁住 我 你们当时动了 你都是动了 这 为了我不值得 再说 胡说 谁说你不值得 我觉得你值得 更何况 要说不值得 我前世就值得你为我付出一只眼睛吗 你 你放心 我会保护你 你们有什么冲我来 我告诉你 要是今天的调查没有这件事 我跟你们没完 这个小偷 这么为虎 如果他是演的 那看上去也太真了吧 宁月 你以前给我打西脚水的时候 可不是这样的 现在嘴皮子可真厉害了 没错呀 我就是跟坏粪在一起 多 怎么样 你要不要深入感受一下 你干什么 你你别上了 你没事吧 我跟我讲都不怕穿鞋的 你把自己告状 你把自己告状 我们打架 交票 我今天就搞你了 交票 快然放 小猪小猪 你这个不不你 把他撞着你 别打了 撞开 我看 这把手 我告诉你 大肩罗状了 我记着要把全国 冷静点 冷静啊 我冷静了屁呀 反正我也回不去成了 要不然大家多久再去 速度地 你们几个 还不赶紧把人带走 我可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噗衷中的喊 再见他 什么事啊 大呼小叫的这么热闹 领导同志 你来的正好 這兩個腐化分子不接受改造 還都說打我 你說他們兩個是腐化分子 不配合你們改造 嗯同志我們不是 哈哈好啊好啊 真是不來不知道一來嚇一跳呀 沒想到這麼小的地方 居然能藏屋納鉤到如此程度 就是 哎 林小同志 你快點處罰他們批鬥遊擊 哈哈哈 哈哈 批鬥 狗尖哈哈 我們瘋了吧 找他是誰嗎 不是這 睜大你們的狗眼給我看清楚了 眼前這個人 是我們國家的國防隊隊長 軍中戰神 京城榮家大少爺 隊長 你受驚了 他不是下方改造 拨亂反正已經開始了 我來就是給榮隊官府原職 接他回兵的 你要回去了 所以 你們居然敢毆打榮隊 是家人 來人 我把這幾個知青全部抓回去調查 不是我 哎哎哎我不要啊領導 都是藏真正他穿死我來的 但我是被蒙蔽的呀 哎我揭發檢舉他 我被 不是你自己要睡寧願的嗎 跟我有什麼關係 哎哎不是 我馬上就要回神了 跟我們沒關係 我帶走 領導 媽啊 你們幾個還看什麼 還不趕緊滾 你怎麼這麼快把我身份公佈了呀 哎哎 隊長 我這不是看有幾個知青過來找你事嗎 我擔心你的安全 我原本沒想這麼快暴露我身份呢 現在整個計劃全然打完了 你去幫我辦點事情 哎 隊長 你去幫我辦點事情 你說別說一件了 一百天都撐 你去查一下 明媛的背景和社會關係 啊 我要他從出生到現在全部治療 明媛 你說他 這件事情一定要暗中行事 別讓別人知道 行隊長 我保證完成任務 你放心 我保證把他堵中十八代都扒了出來 啊對了 你替我 給我張老頭子帶一句話 就說 我不是他的看門狗 他想拆開就拆開 想讓我回去咬人 就回去咬人嗎 不可能 隊長 當初老領導也是為了保護你嗎 把我從隊伍裡丟出來 給別人出氣叫保護嗎 你讓他 去問問我寂寞和素 這件事情 你全都知道了 知道這活難辦 沒想到這麼難幹 俏俏話說完了 怎麼 現在冷靜了 我還沒封夠呢 我本來想著我多封一點 他們就能少欺負你一點 現在 你也要回京城 我可不想回去 張柱下方 我家裡人全把我拋棄了 為止有什麼意義呢 倒是你 關鍵時刻 還挺委護我的 謝謝 我也不全是為了你 我也為了我自己 也不被當成軟柿子捏 既然你要回去了 那我們 離婚吧 你這毛抱不及待 我 你先洗澡啊 早點休息吧 天翻地覆的變化 馬上就要來了 我必須要為自己做打仗 你也出去 這不是假的呀 這天都快亮了 得出去幹什麼 做賊 非我白天還覺得 他是真的維護我 現在就安安安不住 過來跟蹤我了 還安蹤的正理想 這小童 他不怎麼 反正差勁呢 他不怎麼會 趁機嚇唬嚇唬他 給他一個教訓 金城來的 無非知道 有人跟我花錢 要買你的命 今天老子就要殺了你 姓榮的去死吧 有人要害什麼狀態 我還要殺人 這麼巧 難道他們是一夥的 特殊部隊的隊長 不過 說說男 小心 他怎麼還提醒我 難道不是一夥的 不如就趁這個機會 測試下去 算了 死就死吧 深奧前世欠他的 不要這樣 就當我還人情了 你瘋了嗎 你瘋了嗎 剛剛要不是我反應快 你就被比手自穿了 不要命了嗎 我不是怕你受傷嗎 你臉上的傷 沒事吧 不要緊 還是回去處理一下 比較好 這麼好看的一張臉 留些疤就不好 你給他 美索海 這個時候我在說什麼謊話 他是你什麼人哪 應該是仇人 之前我說過的 你這麼對我 不值得 我也說過 值不值得由我說了算 那這個人怎麼辦 那他還活著嗎 怎麼處理 他應該 不只是一個人過來的 子弟 不宜久了 夜裡 身上涼 穿著 該死 好身材就是容易被人 想入非非 怎麼了 我被 什 什麼 我腿麻了 一張放在二十年後 能讓萬千少女尖叫的帥 再配上這麼好的身材 這是一定的祝物 你還要在我身上 趴多久 好 走吧 容詔男 我有個事想問你 怎麼了 你怎麼會有這麼凶殘的仇人 哎呀 你深更半夜不睡覺 你跑到山上來幹什麼 開始套畫了 啊 我前幾天上山的時候 遇到了一群野豬圍攻我 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 終於把這群野豬 引進到陷阱裡打死了 然後將豬肉搬進了山洞 原本呢我是想 分一些給夏阿婆他們的 他們情況比較特殊嗎 我不是故意不給你啊 這個事我沒跟你說過 抱歉 你不用跟我道歉的 我們又不是真夫妻 做什麼事情是你的自由 那如果我們是真的夫妻 那如果我們是真的夫妻 那我肯定會生氣啊 不管什麼時候 我們的小家都是你首先要考慮的 尤其在這種物質 匮乏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你都不想首先考慮你的家庭 尊重你的妻子 你幹什麼要成家呢 現在太多男人在外頭賺錢 把家庭孩子丟給妻子 覺得他們賺的錢都是他們夫妻 但其實他們賺的每一分錢 都有妻子在背後的夫妻 讓他們不用操心孩子家子 到了男人這兒吧 就變成 你是個沒用的東西 全都靠我養 你這樣的想法還挺超淺的 不過會不會影響到你後面找對象 為什麼一定要找對象 不找對象會死 不找對象是不會死 但沒個男人怎麼過日子 婦女能頂半邊天 男人呢也別太高估自己了 錢和公分我自己賺 家務我自己賺 生病了我去醫院 為了男人幹什麼呢 啊我還要伺候他一家子 等到姥姥呢 我要一把屎一把尿都給他送給我 怎麼你說的好像你之前 找過男人 照顧了誰一輩子似的 我沒吃過豬肉 我還不能見我豬好 不過你也是個男人啊 我跟其他人不一樣 你跟別的女人也不一樣 是嗎 在我低谷時 願意跟我結盟 又願意相信我的 你是第一個 都是同志嘛 對了 你說那些野豬到底有多少 五頭 所以我才沒敢把他們帶下山 因為確實有點招搖過時了 五頭 這麼多啊 那我們跟蝦阿婆四個人吃 也吃不完呢 我有個想法 把這些豬肉呢 全部都做成熏肉 你覺得怎麼樣 五頭全做熏肉 怕是被做完 你人就累不行了 現在最好的解決辦法呢 就是把這些豬肉賣了 換錢 或者呢 換一些我們需要的票 其實我倒是有一個 我們可以把這個事情通知村長 讓他派人把豬肉抬下去 咱們全村小隊一起分了嘛 正好 咱們還能穿個人情 對呀 這是個好主意啊 我知道後山有一個 特別隱蔽的山洞 咱們可以偷偷留下一頭 做成熏肉 咱們回頭慢慢吃 我們也可以養一隻小豬在那裡 然後有需要的時候呢 就把它做成烤褲柱 可以 就這麼辦 走 咱們去看看 再做詳細計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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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死我 終於弄完了 我去燒點水 咱們一起洗洗 你說什麼 我說我去燒點熱水 給咱倆 咱們這個灰塵全洗掉 反正這早都得洗嘛 就是如果你需要幫忙的話 好好好好 你不用說了 我明白你什麼意思 但是咱們兩個現在這個樣子 最像是搬了一晚上豬肉的 嗯 你呢 把山雞和野豬肉給夏阿婆 我去找一趟老知書 這不太可能吧 這十幾人對付野豬都費勁 這你們倆對付腹肉 念志姐 你沒受傷吧 是挺危險的 但是啊 我們把這個野豬騙到老獵人的陷阱裡面 等他掙扎不動了 再把他撥出去 我們帶了點肉下來 剩下呢 在山上的 哎呦小寧 這也太危險了 你家裡人要是知道了 那得多擔心呢 是挺害怕的 但這不是遇上野豬了嗎 要不是他死就是我完蛋 所以只能跟他拼了呀 所幸啊今天運氣不錯 咱們村啊能夾菜了 爹 咱們今天可以吃豬肉了 一天到晚就知道吃誰吃 這是小年和榮戴夫 拿命換來的 接著啊 得會多帶些人上山 把豬肉扛回了交工 給小人家多分點肉 對對對多分點 我給自己留了 不用再給我分了 怎麼這麼老實 就不說你們夫妻倆冒了那麼大的風險 才拿到的 這要拿去賣可不便宜啊 你這是鏟除受害 為村里和集體啊做出貢獻的 這凡是為村集體做出貢獻的 必須得有獎勵 真的 獎勵 還有這事呢 對對對 獎勵 我記得隊裡好像還有 糧票布票什麼的 這具體獎勵什麼呢 待會啊 我跟李其他領導 在商量什麼的啊 謝謝直說 謝謝滿花界 我現在呢就跟華子哥上山 零二狗啊 他家人多多分點 二十二斤糧票 十二尺步票 和五斤郵票 甚至還有一斤典型票 這個代表 那就是運氣好而已嘛 做事什麼 哎 我跟你說話呢 你說是吧 算了 要不是他 咱們還吃不上豬肉呢 怎麼了 他就是踩了狗屎運啊 和壞分子在山上 撿了四隻野豬 再說了 那一切都是集體的 村小隊居然還獎勵他什麼 郵票娘票布票 憑人為了 哪裡是撿來的 你沒聽到人家兩口子說嗎 昨天惡逗的一晚上 好不容易把野豬 擰進了捕獸器裡面 但是稍微出點差錯 可是會死人的 死了也是活該 哎 我説你怎麼回事啊 怎麼著 就那野豬肉 就把你給收買了 一直聽到壞分子說話呢你 我這是幫你不幫親 得了吧你 我看就是珍珍不在了 你吃裡爬外 被那個壞分子給腐化了 我沒有 你要是這麼奠地的唐真真 那你陪他一塊改造去啊 真的 其實他也沒對你多好啊 你說什麼 你給我再說一遍 我說 說你這麼鐵真 談真真 你廢死你的頭腿真的命 你給我住口 你怎麼隨便打人了 你忘了當局醫生糞水 誰給你洗乾淨的嗎 你 我直接打死他呀 別打了別打了別打了 別打了 這真相理相親的 我今天就是要好好教育教育他 免得他被那個壞分子給腐化了 我呸 明明就是你嫉妒名媛 說他不配得到獎勵 人家好心拿豬肉給我們分 你吃人家的肉還送人家 只是 那本來就是喜喜的東西 那他善交那也是應該的 再說了 那憑什麼把鋪票 還有獻你送給隊裡的郵票 拿票都給他呀 獎勵是隊裡一致同意的 再說了 沒有小您 你今天能吃的善野豬肉 就是萬恩富裔的家伙 跟他真的一樣 你抓什麼抓 你少罷解珍珍欺負民元了 上次十塊錢的事 是不是你去跟他炸的謊 怎麼唐知青上次的事是真的 你知道還為虎作娼 真是噁心 不是我沒有 我也是害怕 潘珍珍跟華雄說 如果不搬他們 他就要欺負我打貌我 孤立我 這個表賤人你 哎呦 好漏了 放開你們當我幹什麼呀 叫我說啊 你們就是不分黑白 這小賤人酷酷啤啤啤 你們就開始腥瓦了是吧 再說了也是你們說的 寧元和壞分子上山抓野豬 靠的是陷阱 那要是露功勞 也是山上陷阱的功勞 跟他們有什麼關係啊 馬花姐 該不會你跟您之心有什麼交易吧 這麼偏向他 你胡說 行啊 那我把票都給你了 小妮 你 你今天晚上也去把那些剩下的野豬 引到陷阱裡 我就把這些票給你啊 你啥說什麼呢 這山上那麼危險 憑什麼我要這麼做 你還知道危險啊 就憑我和我男人冒著生命危險 把那些野豬引到陷阱裡去 你就得照做一遍 對呀 那人說的也沒錯 公平起見 新小霞 你 我 我才不會去呢 還對 沒看到大夥都等著呢 唐珍珍和王建華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 即便是知青 挑釁鬧事也是要被寄過處分 現在政策慢慢好起來 我看誰還敢隨便欺負別人 黃知青 你這個肉要是不要就留下來 我分給別人呢 不就是潘上高知了嗎 有什麼好了不起 等正是文件下來 那信容的回到城裡就把你給踹了 看你還嘚瑟什麼 你說什麼呢 我說美的你 誰說我不要了 林源 對不起 你以前都是唐珍珍逼我的 我不是逼的 我明白 都過去了 以後呢 老老實實做人做事 還是去吧 好 我回來了 我又打了幾條魚 正好吃飯 拜拜 你說 我去線上把肉賣了換錢 行是行 但是如果被人抓到你在那些時間 還是我啊 你們可不好啊 我會小心的 你說不然這樣窮下去 什麼時候吃個頭嗎 這個小特務 被派過來的錢幅 沒有經費嗎 怎麼一副缺錢 缺得要命的樣子 你放心 我會小心謹慎的不連累你 不是這個意思 你這眼睛腿壞了 別戴了 明天呢 我去線裡給你買一副新的 沒關系的 其實 我不僅是 那這是你的偽裝 其實我有時候也挺好奇的 你明明都能躲得過去 你為什麼就是不躲呢 這躲了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 第無數次來找你查的人 都能躲嗎 但是讓他們威風舒服了一次了 以後就不再罰你了 但是現在和以前不一樣 要是再有人欺負你就揍我 這個小特 為什麼總給我的男人 聽到沒有相信我 好 那就好吃飯吧 這點 既然呢 你不打算走 明天呢 我就去線里給你買一副新的品牌 做性色群的 來 你吃這個魚 你把這個 這個小特 笑得讓人還挺有胃口的 來 我幫你擦點藥 不用了 我這就有點小傷 把上好了 這麼好看一張臉 留下疤了怎麼辦 來 你以後要是再不注意 我可要辣鼠催花 什麼 你長得這麼好看 就像一朵花一樣 閉嘴吧 你說多不惡心啊 董大夫 你別不好意思呀 你長的呢比我好看 長得就像 我的花 這是一句誇獎 行 現在我這句話 我開始收拾人了 你看你在我好看的坡上 容忍一下唄 你怎麼按著抓男人的 哎呀你 對不起對不起我錯了 我不敢說你 我不敢鬥牛 哎呀呀呀呀 容忍 你現在說 說一千字 說從哪了 反思檢討 我不敢叫你 我不敢說你之話 我們在 你另一個樣子 袒穿著了 你小蕩 你怎麼又洗澡啊 剛才不是洗過了嗎 不过我记得前世八卦媒体八道荣罩男妻子 也是很有背景的二代名媛 我们肯定是不可能 我得保持冷静 赚钱上学 向上生长 才是我这辈子的主线任务 没错 搞男人不在我的规划当中 不能让我的恋爱恋恋恋 睡觉 难怪有人抵挡不住 躺一跑的 不过话说回来 这小特务还真有点本事啊 不过 感觉忍不住 我用这小特务了 陈彤同志 这么晚了干吗去 这天都快黑了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坐我后座 我送你回荣哥家 不用麻烦你了 村门口就在前面呢 哎呀别客气 我跟荣哥都是自己人 这次刚好替嫂子过来看看他 嫂子 荣哥有未婚期了 过几天就要来看他了 你不知道他已经结婚了 看来这个女人对容哥还是不死心啊 但是老领导的任务也得完成了 那这有份报纸 这日子呀是过得越来越好了 未来呀容哥是一定会回去的 对呀 现在已经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马上就要改革了 我居然把这事忙了 怎么样看得懂吗 看懂了谢谢你啊 别客气 哎你不是村伟吗 我送你回去走啊 没事不用了 我真的自己走就走回去了 你赶紧回事 你你你别拉我 你真没事你干嘛呢 干嘛呢 你在村门口等很久了吧 碰到这位前几天 认识的同事 他非说要送我回去说找你有事 是你啊沈沉 说吧找我什么事 这样吧 今天晚上去我家住一宿 咱俩正好 咱俩正好啊 好呀队长太好了 那我先回去收拾收拾 你们一路上慢慢聊 不着急 你先去阿婆那边 他和唐老再等你 好 那什么队长 过两天您的未婚妻要来看您啊 不不不对 是是秦统治 队长 您真的把他当对象吗 我看这女人 真不是一般人呢 万一他要真有问题 那怎么办 所以我不是要女人 调查他吗 说吧 什么进展 调查清楚了 他们家呀 就宁南是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 他在家里边排行最小 那上面呢 还有两个哥哥跟一个姐姐 其中的大哥是领养的 目前呢 在户上卫数部队工作 这二哥呀是一个工人 这二姐呢 是文工团一个演员 还有什么别的事呢 要说这还有什么别的 啊 那就是他们家 祖祖辈辈啊 都是这您家的佣人 这您家搬去香港之后啊 他们把家产分了改信了您 所以 这翡翠如意 是真正您家的东西 您家只是去了香港 不是美 队长 您是怀疑 佣人里有敌对势力安插的暗装 还不确定 不过 明媛和白姨都很看中 他手上还没见 给翠如意就很可疑 这样 你继续盯着 文家身上所有人 不要放过任何种子 是 保证完成任务 前段时间 有人想暗杀我 你去查一下 到底是谁知识人 什么 居然还有这种事 一定要 暗中行事 啊对了 我在 查宁源这件事情 别让别人知道了 包括我家老汤子 是 保证完成任务 好 那什么别的事 赶紧走吧 啊对了 您不是让我留住住一晚吗 我家床位不够 怎么 你想让我睡地板 你跟你缘 就同家床 那那不是 那不是 你想看话的话 等你不等 哎好嘞 就是 我还没教一下 你什么 你把我吵 你把我吵 我想要 我 你把我吵 语文71分 数学24分 政治58分 历史69分 地理55分 这英语12分 去年总共570多万考生参加考试 募取了27.3万人 你这个水准真是 阿婆 我肯定不会辜负老师 会好好努力的 好 既然你有这个决心 我这个老头子 一定会尽全力教好你 谢谢老师 好了 你们也累了 明天下工再过来 我再帮你制定复习计划 丫头 你可以给臭小子暖的饭菜 别忘了 啊谢谢 这报纸 是你带过来的 哎呀 糟糕 是陈干事给的 忘了收起来了 让容赵男知道陈干事替他的未婚妻 会不会不好啊 刚才你答题的时候 我仔细看了几遍 觉得 华夏 马上就会有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了 什么 这怎么说 你笑 装什么糊涂 前两天 不会有上面领导来下来检查你的工作吗 唐老 您别胡说 难怪我刚才问你未来的事 你言辞闪烁多朵藏藏的呢 唐老 没有的事啊 你们趁我不在都说了什么 还不是老头子 怕你受欺负 受委屈 对了 我和老婆子还有几个小物件 前几天看人来收东西了 您也拿去看看能换点什么就换点 走吧 听你老师的准没错 说不定很快就不再会有什么 割资本主义尾巴 破四旧的说法 确实 私营经济从此放开了 唐老不愧是福达教授 仅仅凭借一张人日报纸 就能看见那变革与未来的繁华 真是厉害 小元回程的事 你是怎么想的 还能怎么想呀 原来当初愿意嫁给我 你是为了帮我 我现在不清楚 他到底愿不愿意跟我一辈子 你也知道 他主意挺多的 我受分的时候 听之前脸上边有人说过 好像是有人在给小元 接触过对象 好像是那位大队的副书记 李延 难不成 他是小元的心上人吗 不知道 又不知道 你们结婚都几个月了吧 你是干什么的 难道看不出小元的心思 看不出 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就算他要好想好也跟我 行 问啥你都不知道 那你就说说 对小元的想法 没有想法 什么没想法 没什么东西拿到了 拿了 可是 老师 你们也用不着这么着急卖古董吧 要是需要钱的话 我可以消学费 胡说 就算你是我的学生 我们也不能总接受你的接级啊 你也得立起来 不能总是靠男人哪 更何况 还是某些 见利忘义 拜高踩低的男人 我 是啊 靠山山岛 靠人人跑 搞 哎 他怎么走了 臭小子 脾气还不小 老师 我去看看他怎么了 去吧 臭小子要是敢欺负你 你去告诉老师 老师给你撑腰 好 这是怎么了 气氛这么古怪 你今天好端端的发什么脾气啊 谁干事呢 怎么会来啊 你就这么不舍得他走啊 这个 可以勾住 这个是夏阿婆怕你饿留给你的 怕你耽误上空 我就知道 你没那么点击我 你说 我要是去卖古董的话 会不会有人盯上我呀 会不会瞧中你 不用 到时候 你就留意一下周边有什么人围着你 这来回路上 我已经安排陈陈 安装保护你 这种关心我呢 我是怕你脱离 你今天吃枪药了 你今天吃枪药了 洗澡 你干嘛呀 睡觉啊 今天晚上不用上山打脸 不睡 修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馅 那你修吧 我得睡觉 我得睡觉 我这样子要亮呢 那你要睡觉 你会睡觉 还睡觉 你会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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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 知道吗 从明天开始 我们俩 分层睡觉 你会睡觉 你不是计划 灰尘过后就离婚的吗 之前是我们手头记 没办法 所以才有一张床 但是我们现在 是离婚欲了 可以让步驾 再打一张 话倒是这个链 确实不用装穷到 那就分床睡啊 行 回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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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什么疯啊 折腾就折腾 明天还得上钩 我得睡觉 没醒没肺的小头 起床了再不起床 客公分了 凉凉的 好像一块不合套 我 我居然气了王大佬 我还回味了一下 我真是流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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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是几十岁的老阿姨重生 怎么回到二十岁 就好像 越回越回去了 而且 我不是要迷你的 现在怎么好像是动心了 不知道 该死该死该死 该死的只不吐 您倒是搬出吃老过吗 龙专男 你可是见天的马克思诚意心仰者 能不能随随便便的 被一个底细不明 躺一炮再走使劲呢 又远了 什么 他不會爭取了吧 靈遠你家裡來了電話了去接一下吧 李岩同志 是你給我家裡打電話了吧 您知情 白衣出事後你家裡我咋子打了兩次電話 我都沒找你 可前幾天你媽說你不回她的信 那要怎麼樣 靈遠 你怎麼變得這麼清清淡薄 一家人沒有隔夜仇 而且是你先做錯了 白衣可是把你養大的人 你一個解釋道歉的 我跟他沒關係 李岩同志請你不要擅作主張 管我的家事好嗎 喂媽 你還接電話 我還以為你早不生我這個媽了 我沒有 是嗎 你私自嫁給一個下方改造份子 把你大姨打成重傷 一個電話都沒有 也不回我的信 這不是要斷絕關係 媽 你打電話過來只會罵我 你又不知道大姨是怎麼對我 他不就是拿凳子砸你的頭嗎 我是在現場我打得更狠 我寧可不過打死你 也不讓你和男人鬼混 連累家裡人 是嗎 你大哥在上海當兵 你二哥那說起來也是個正事工 你姐更是圍拱團的唯一骨幹 你個廢物 誰陸茫也幫不上就算了 還去做破解 你怎麼不去難肉 媽 你這麼對我都是因為我不是你新生的 對吧 什麼 是誰在你面前胡說八道 是誰說你不是為天生的 李大姨 你就告訴我實話吧 真相很快就會水落石出的 時候不早 我還是要先拿東西去黑石看 天吶 真好看 這城裡的女人就是不一樣啊 然後你看 她那事情都怎麼有點像電影裡的狗特務呢 別瞎說了 這衣服 夏里白貨商店有賣的 哦 秦小姐 村裡路太窄了 車開不進去 只能麻煩你自己走進去了 臭死了 楠哥怎麼能住這種地方 你們兩個在這等一等 這真是 什麼錯誤 哎 算了 經常來的姑娘脾氣大了 咱們直接往常接待任務就行 好 麥莓 你 好 你 男哥我知道你在屋里 我是红色 你怎么了 开门啊 不会吧 又有人找中招难麻烦 这人怎么一离开我就倒霉啊 这女的和容德夫是什么关系啊 难道是她亲人来见人的 我看不像 这亲人能不开门 你看那样 你说 那你知心知道有女怪找她吗 这群乡巴佬是拿我当猴子看 三哥 三哥让开让开让开 三哥别难而北的了 你敲门啊他是不会开的 你谁啊 他什么话 哎你不知道啊 这是容大夫的对象 你们城里人叫爱人对吧 明知青啊就是容大夫的爱人 是你你是谁 找我爱人什么事 我是代表南哥的工作单位 和父母来接他 容上男我回来了 一天啊 出去一天了 还是倒回来了 怎么我一出门 你就被人堵在门口气死了 难 哥 难 难哥 这么些年了 我你还好吗 这小未婚妻看起来不好对付 清红星同志 好久不见 去尊来访以后会赶 难 男哥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能进来说吗 有什么话 这里说就好了 屋子里面太邋遢 不太适合接待 进车的通知 男哥 我是代表容叔叔 和你工作单位来的 容上男 我有些口渴 既然客人远道而来 只要他不嫌弃咱们地方破 就请他进来 做个吧 想透 想透情报 还是想开车 既然请同志不介意的话 好 冷贵圆红枣 花啥 哥 你不是喜欢喝这个吗 我下午煮了一些汤圆 还剩些红糖 就顺便为你煮了一下 我喜欢不气血 男哥 我有些话不方便其他人听见 丽渊不是其他人 她是我的妻子 而且 是我护股本上的对象 可她确实不适合听我们的谈话 你知道保密调理的 行行行 你们续续救 我去后室看看 行 坐 你 analy找到稳定 人身在世 你应该听话畏 这洞子是我打的 我也去你了 什么 你怎么能做这些呢 我是下风分子 怎么不能做 可是 男哥 你为什么不给我开门呢 南哥 你受苦了 但是 你用得着 睡那么大的床吗 我用什么东西 跟你有什么关系 对了 他不是说打两张床 怎么搞得这样大的 南哥 你是忘了我吗 我才是你的未婚妻 我为什么不能问 请我心理事 你是有见望顿王 我下方改造第二年 咱们的婚约就已经解除了 不是吗 大八卦呀 居然是解除婚约了 那他还要来 难道是 那是我妈逼着我解除婚约的 不是我的意思 你没有必要挖苦我 不是我对不起你 是吗 你也不是不知道 那时候的形式不好 我差得因为你 被清大退了血 连容伯伯都觉得是你对不起我们家 主动允许我退婚的 既然是我们家 对不起你 那咱们的婚约解除了不是更好吗 不好 那是被迫的 不过 现在你也恢复了工作 我们两个 也可以恢复婚约 我就还是你的妻子 啥人呢这是 能这么恬不知恬的 把捧高采定说得这么灵智其重 谢谢 你在清大 如果这几年的书白读了吗 还这么人心 双波波说了 他很记挂你 一直想要你回去呢 工作也给你留着 他说过 我们是最完配的你都 我就算是回京城 也是跟我妻子一起回去的 离我之间他什么般配啊 妻子 这乡下 哪里有人打结婚证的 你们两个没有打结婚证 就不算国家成人的夫妻 我们还真是打证了 我在他的姑姑本上 简单说 我是他的人 什么 你这不是入座吗 可以这么说 行 不打紧 周伯伯说了 只要他肯跟你离婚 什么都好说 看他是要成立的工作 还是户口 甚至是他家里人的工作安排 也不是不能解决 这老头子 想得还挺周全的 而且 我也不会嫌弃你 就算你和那个女人结过婚 我家里也是同意的 可是我嫌弃你啊 你说什么 我说我嫌弃你 既然当初 在我解除职务 厂房改造的时候 咱们的婚约已经解除了 那为什么你现在还提这个事 秦吾欣同志 你是怎么好意思的 就是怎么好意思呢 反正我没对不起你 我们本该就是一对 都是因为你下放 那个女人插足 他没下放 我们的婚约本来就是 长辈之间自作主张的 不是你我的意愿 迟早都会解除的 你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那你忘了吗 当初你父亲临终前 求着我家老头子说 一定要护着你这个 都是你的事 男哥 他们曾经是过命的交情 所以我父亲给你我安排订婚 是免得有人去打扰你 和你母亲的生活 我知道又怎么样 我们还是订婚了 你也同意了 我当初之所以会答应订婚 是因为你父亲走了过后 我需要护着你和你全家 平安度过你们家 最艰难的时期 这是权宜之计 权宜之计 是吗 所以你后来跟我这个 下放改造分子解除了婚约 没什么问题 咱们两个互不相欠 男哥 你是因为那个乡下女人 还是因为对我当初 解除婚约有怨恨 你就反复考虑我 要考虑一下容伯父和何伯母 恋爱怎么想怎么想随便你 但是现在我结婚了 你回去 随便告诉我老头子 说我什么时候回京城 我自己说了算 跟他没关系 你来容叔叔的话 都敢不听了吗 知不知道 我最讨厌别人替我记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 你和容叔叔之间有误会 有误会 当初他让我下基层体验生活 说苦难能磨练心智 我来了 但是现在 我心只没磨练成熟 我去干什么呢 男哥 男哥 好了 该说的我已经说完了 这乡下地方 若不得你失足 金城同志 你走吧 行 我先回去 但你和谁在一起 都不能和那个乡下村妇在一起 宁愿是宁男世人 他不是什么村妇 而且 就算他是乡下女人 也是我的妻子 男哥 你这乡下呆久了脑子不清楚了 可会为你未来的妻子 会给你时间好好想想 下次我再来 我们原本就没有什么关系 还是一别两块都好了 你以后你别来了 选择我爱人 我 如招男 你太过分了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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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麻了 你干嘛 我又不会吃了你 你也不用谢我 反正你以后还要用到多少地方 什么地方 我这老头子想让我去秦鸿星 他自己欠的人情想让我还 你得看到了 你不愿意 但是你和他定亲 已经护着他和他的家人好几年了 这个人情算是还不过了吧 看来你刚刚在外边 投听不舍 不过 这件事情 说这些代表 你不好 所以你是想用我拒绝秦鸿星 不过就算是没有秦鸿星 我家里人也会不遗余力地给我安排别的婚事 所以你现在这个妻子对我来说特别有用 我明白了 双队长 你是想在回京城前 用我这个乡下姑娘当岛剑牌 可是 这个任务很困难吗 这个任务当然很坚决 想必以后我脆弱的心灵 要面对来自你位高权重的家庭 和那未婚妻暴风雨般的摧残 所以我有没有报答 说说看 需要什么条件 你说吧 需要什么条件 咱们都这么熟了 我肯定不会提什么过分的要求 我呢 就是希望找两个信得过得伸手好的 在我卖货的时候帮我压一下场 所以你是想要保镖 你不是要参加高考吗 怎么 你还想参加做个体货 倒卖古董吗 我考大学又不影响我做生意 更何况 这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毕竟我缺钱 我总要养活自己了 我养你啊 你就好好学习 更何况 我都已经帮你办理好了入学手续了 你就好好上课就行了 真的 我真的可以吗 当然了 不过 你要是不想上学也可以 我能养你一辈子的 放屁 我当然要去了 再说了 你肯定会回京城的 我可不需要你 就算是真夫妻 天长日久 最后都会变成 你有饭吃 全都是靠我养着你的 你这话一片概全 这日常生活中 还是有夫妻恩爱 顾家 照顾孩子的妻子 受爱人尊重的 容队长 你怎么能看到别人家被窝里的事呢 我们能看到的 都是别人希望我们看到的 再说了 我不会用我的一辈子 去读一个人对自己好的概念 你这话都是跟谁学的 一套一套的 一目行吗 夏阿婆 她留过羊她懂得多 行吧 不过我还是建议你 珍惜这一次学习的机会 好好学习 花束回来 这个保镖你要用多久了 就晨晨那样的就行 啊 我呢 只需要周末的时候 她过来帮我压一下厂子 一个月呢 就开15块钱 晨晨 你知不知道 晨晨到底是什么身份 她可是全军比武大赛第一名 就算是给人当保镖 给什么级别的领导 当保镖 你知道吗 你说话就说话 动手动脚的干什么呀 你把我脸都捏胖了 我就是看着那个晨晨的 蠢蠢的 谁想到她有这么大本事啊 你说 你人要是一枚了 我又不认识其他身手好的 我怎么办嘛 你就不能想念我好的吗 我就算不在你身边有时候 但也在你胡口本上啊 我要是真的没了 你就是守活活丧 哎呦 你还真打床啊 你打都打了 拼在一起干什么呀 我这不是不想让秦鸿兴误会多想吗 那就是你还惦记喽 你再胡说 好了好了大佬 我错了 你就饶了我吧 所以说你到底答不答应我呀 看你表现了 看你表现了 你干嘛 所以 今晚分床睡吗 至于想这么久吗 有这么不好回答吗 那 继续分 那 怎 怎么了 我答题错误了 你怎么一点精液精神都没有 分床睡 这秦鸿兴也好 路人假以笔定也罢 这要是从外面往里一看 不就什么都看到了吗 这要是在解放前让你去执行以后潜伏 一旦你被发现 绝对会一秒钟成为叛徒 都不需要日本人严谨靠打 我怎么成叛徒了 我现在有求于人 是我考虑不着了 宁元同志啊 以你现在的表现 很难让上级相信你 会圆满地完成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好好表现 所以 今晚 分床睡吗 不分 绝对不分 不让任何人知道 避免走落风吹 别太勉强啊 宁元同志 不勉强 怎么会勉强呢 我们又不是没有一起睡过 在以前那个潜伏低战区 那些假夫妻不都这样吗 你可记得你说过的话 怎么办 虽然嘴上说着离婚无所谓 现在怎么还有点舍不得了 那女同志怎么哭得这样厉害 她一个人点那么多菜 吃得晚吗 上星星星到底要为何山火 闻着真香 这一个菜的钱 是我一个星星的伙食肺 这也太可惜了吧 可惜 那都给你们吃了 真够贱 正丧还吃 何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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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别哭了 这哭的何姨啊都心疼了 发生什么事了 何姨 何姨 南哥被这个三下肥有脸的狐狸精跟我混 不敢跟我回荣家了 到底怎么回事 说给何姨听听 荣哥去打了结婚证 背叛了我们的婚约 何姨 我都见不下这口气 这章男真的看上乡下女人 如果是咱们大院 或者神城门当户队的姑娘 我也勉强人 可偏偏看上一个乡下人 这不是把我的脸在地上踩吗 乡下人 你爸爸也是乡下出来的 你倒是万本的狠 何姨 这章男被吓犯自己 你龙伯伯 他得看他的脸色的呀 他也难免对你当初解除婚约有怨言 何姨 那我该怎么办 傻姑娘 男人嘛 是要给面子和台阶的呀 如果是那个乡下女人主动离开她 那就不是她的错了 不是吗 何姨 那我该怎么做 我不想去乡下找那个女人 我听说 那个女人是你男士下班的知情 算不得乡下人 也许她的父母能说得更谈了 何姨说得对 她不自量力的扒着男哥 家里人做事事物的 等我去查查 红星 阿姨看好你的 我和你荣伯伯 只认你是我们荣家的儿媳妇 何姨 这种有怨怨 你还想嫁给招男 要不是看着你还有用 不过这荣招男不想回荣家 不想夺回他失去的一切 看来这几年 他倒不像单身那种冲动 我 还想更有意思 知道黑石堂买孤独赚钱 没想到这么赚钱 糟了 放给荣招男买烧鸡了 荣招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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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跑慢点 小雪穿个狗吃屎 亏我还想着给你买条鸡呢 我听说你家里人 反对我们在一起 什么 那个李妍专门上门警告过我 说让我离你远点 我不想你因为我 被家里人骂 他还去找你了 我已经跟他说的很清楚 这个李妍 就是我命里的事 这我知道 李妍 既然我们现在在一起 即便是名义上的 我也不希望你 给别的男人 不必要的机会 你现在是我对象 不知道为什么 他这么说 我心里觉得暖暖的 至于你家里人 现在已经恢复了工作了 他们应该不会反对的 他们要是知道 你恢复了金城的工作 说不定会找你要一笔不低的彩礼 要不然呢 就是找你找什么好工作之类 他们要是真的想要的话 我可以给的 没有必要 第一 我们不是真夫妻 你不欠我什么 第二 我跟他们关系不好 我不想让他们赚平 你跟家里人关系不好 李大哥不是从上海专门给你寄了甜和饼干的吗 我大哥是我父母收养的孩子 他的父母都是劣士 以前住在我们单位院里 我们家里就我大哥对我最好 算了 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了 你还没吃饭吧 我带你吃好吃的去 我不饿 没关系 走吧 随便吃随便点 今天呢我们就喝这个 咖啡 还喝呢 回房间休息 你还开房了 这个宋和凉夜度数高 我怕咱俩走夜路我不安全 这也不高啊 哎呀呀 已经没喝到 我再再再喝 别喝了 别喝了 走 你看什么 你还怪好看 啊 你们在干什么 啊 你们在干什么 秦虎兴 你这个下降女儿 居然敢在楼梯上勾引南哥 南哥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秦虎兴 你胡说什么 我做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们是合法父子 你有病吗 你闭嘴 这里没有你这种人说话来 南哥 我都已经回到你身边了 你要是再让这个藏女人碰你 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我是有病 赶紧去看医生 南哥 我有要紧话要说 进来 你先休息一下 我去给你打个红热水 在这 那你先休息一下 如果 rotation 我会采用红热水 收 hope 中昭南 没有热碧 他们应该不会决住�aux 南哥 钟伯伯 太迂说 子 气死我了 他不会发现我头晕的 我都再说一次 我已经结婚了 跟你们等我 情缘你这个小贱人 我一定让你身败名利 生负如死 你怎么在我辈子里啊 你以为我什么头晕 这纯粹本来就只有一床杯子 怎么是成了你的杯子 你要是想独占一条杯子 就应该再去帮我拿一场过来 啊 你有空跟你的未婚妻聊天续旧 你不会 自己拿一场 谁吃醋了 我看你是饺子吃多了 你想站醋 我先去洗漱 那你动作快点 我等你收拾好对方 嗯 哎 李渊 怎么了 李渊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想照顾你一辈子 你你酒还没醒吧 胡言论语什么呀 你酒还没醒吧 你赶紧收拾收拾我先去洗漱 他是在告白吗 容昭男应该值得托付吧 不管你怎么想 这辈子我都不会你看你的 绝对不会 您远 李渊 看来你这老亲人等你半天了 瞎说什么呢 怎么 秦鸿西也是你老亲人 你这人气象怎么这么大 李渊同志 李渊同志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没事别来找我 对你我影响都不好 李渊同志 大队与服务上的来信 可能是你大哥给你挤的 还真是 你怎么不早给我 姓是昨天下午到的 我今天来 也是跟村里交接一下工作 顺便把信给你 跟你告别 告别 是 整理学院招人 大队推荐了我 我也通过了出事 下周就要全理学院报道了 对啊 前世差不多是这个时候 李渊被推荐入学的 看来 他的轨迹没有改变多少 只是不再有我的参与罢了 怎么了 没事 挺好的 嗯 我也马上要读高中了 那 就祝我们一帆风顺 前程四季 小元 小元 见信好 不知道你在村里如何 家里是否安好 大哥知道你下乡不容易 这十块钱是给你的零用钱 你放心 妈不会知道 等大哥考成军校 假期就回去给你辅导学习 怎么哭了 你是不敢跟你大哥说 你家人了 我大哥 是我家里对我最好的人 我肯定要好好跟他说一下这件事 没关系 你就是直接跟他说 说你嫁给我了 这不对你的人 不喜欢那些弯弯绕绕的东西 他要是对我什么意见的话 可以直接来找我 找你干嘛呀 揍你 那他可以试试 我大哥肯定不会有什么意见 但是我妈跟我小哥 一定对我意见很大 他寄给我这十块钱 以为家里人不知道 但是他们哪脚趾都想 都能想到 这少寄回去的钱 到了我这 我觉得 你跟家里人关系不好 真的无所谓 当你自身强大起来 事业奈何的表演 你不觉得跟家里人不好的人 人比你不好吗 我跟我家里人关系也不好 啊 是吗 不过这个说来话长了 先不提了 这个是我给你准备的 吃的 还有 你不认识的 你不认识的 这也太多了吧 那我的工资和我的 全部家当 不就应该以我的女人来管吗 谁是你女人呢 好像是 弄反了哈 我在你的户口本上 那就应该是 我是你的 男人 又不是真的 又不是真的 不管真假 反正以后我的工资 就给你了 而且我相信 你可以很快的 将他们翻倍 哦 合着是算计我 让我给你赚钱呢 不认识 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呢 包名 我去做饭 今晚加菜 我 你最好不要让我失望 宁愿 你最好不要让我失望 这是 那我就开门见身 长话短说了 你那个下见的女儿宁愿 配不上男的 只要她肯离婚 家乡嫁人 这些钱 就都是你 你说的是真的 你是 我凭什么相信你 信不信随你去打听 我劝你 还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这样啊 既然你这么有本事 那我要加大好处 我要你给我女儿儿儿子 安排体面的工作 可以 我也会再派些人来配合你 前提是 你要完成我的任务 没问题 哎呀 真是发残了 老太婆的女儿 当了一辈子佣人 林里儿 还把翡翠如意 给了宁愿那个野丫头 现在我拿她跟我儿女 换钱换工作 算便宜她了 臭香巴勒 还想跟我斗 做梦 令人这次的模拟考试成绩出来了 总分409分 不仅是查班生理的成绩第一名 甚至还是 现二种高三年级文科的第一名 还有机会上大学呀 今天没我要能考上大学了 你们先唠着 我看看阿爸忙怎么样了 不过 还是不能从事的 好好学习 那你就不能说句好听的 宁愿 妈 你怎么来了 我看我的乖女儿 在乡下过得不错 我也就心安了 葛主任 这就是我的小女儿 女媛 你看看怎么样 我跟你说呀 我这个小女儿可能干了 以前家里的家务 都是她包了的 而且屁股大 好生呀 干嘛 你个丝丫头 你翅膀硬了 敢跟老牛这么说话 要不是你逼我 废得给你找个体面的工作 要不然就不认我 我这才求哥主任来的 胡说什么呢 我什么时候逼你了 小姑娘 别说气话了 你妈费了好大劲 才从省教育厅 给你找了份文职工作 户户还能调回省城 收拾一下 跟我们走吧 不去 你疯了 这么好的机会你不去 我看你是屁痒痒 有话好好说 这位是荣同志吧 他说的对 女儿妈妈 教孩子不能那么急躁吗 有话好好说 是啊 女儿妈妈 这原来可是个好孩子 你还不知道吗 他这次考上了 不管他考上什么 你个万负义的白眼狼 你今天要是不给老娘回去 行不行我死了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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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远 我可是你妈呀 啊 我从小一把食一把尿的把你拉扯到呀 我心里也不顾得把你拉扯到你就这么对待我的 啊 你又不是我亲吗 你对我的养育之恩 我早就报完了 你有事直说没事就请回吧 什么 你原不是秦升的 你可不笑你 你敢不认我 你全大雷屁 你不能好死 不是 那你敢拿出来宁园外 你全家老小的死猴子个虔诚发誓吗 那是您原亲吗 他们所有人都不得好死全家绝后吗 好了 春风红旗下生长的同志们 都是坚定的无神论和唯有主义者 怎么能说那种话呢 放你两个屁 大事不敢放 鼓咒小宁到顺口溜 亲生妈能诅咒自己女儿贴打雷皮不得好死吗 喂 我滚出去 你 你就跟你拉我这么被人欺负呀 所以呢 你来到底是来干嘛的 你要是说不清楚 我就让夏阿婆把你打出去 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 滚出去 我放了全你滚滚滚 滚 音源 你妈脾气是不好 但做大人的都辛苦 你应该体谅她 她一个人养四个孩子 你以后也是要当妈的人了 孩子这样对你 你不心寒 我对象 体谅谁不体谅谁 跟你跟外人没关系 这位 我我也是好心 容同志 不好意思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宁女 你竟然没告诉秦同志和我 宁愿不是你亲生的 那是这样 何主任 你放心 即使那死丫头不是我亲生的 我对她也有养育之恩 你就请好吧 你肯定不能一直让她赖在容同志的身边 只要你对她满意 我一定把她送到你手里 我就觉得她合适还挺好 但主要我还是给秦同志面子 要不然想嫁我们家的多了去了 她一个二婚货 还是个养女 算什么东西 可主任 你放心你放心 她肯定会和容同志离婚的 我有办法 行 那我等你好消息 哎哎哎 你那个养母啊 恐怕不会善罢甘休 说不定啊 会找到你们学校去 咱们得想个办法呀 可是 如果这样 小元的高考会受影响的呀 那我马上就搬家 我去找老直叔帮帮忙 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落脚点 这种家庭干脆断联算了 可是我的养父和我大哥 对我都挺好的 我不想我妈拿他们威胁我 嗯 现在是高考前 我先躲开 等我高考之后 我再把你们接出去 再和他们联系 行吧 既然你都安排好了 我看呢 最好就趁夜里搬走 不要被人看见 可是 我跟你瞎合的文件 还都没有下来 我们 能走吗 没关系 到时候找老直叔帮帮忙 现在政策放开了 应该没问题的 真的 太好了 太好了 月月 你是怎么知道 自己不是您家牺牲的孩子 你的名字 甚至不清楚的吗 有次我无意间听见 我大姨和我妈妈 谈话之间知道的 据说我的名字 是我外婆起的 那你知道你是哪家的孩子吗 据说我外婆以前在省会您家做奶妈 后来呢 您家全家搬去香港和国外的时候 走得很混乱很匆忙 就把我装在一个小篮子里 放在了您家自堂 你的意思是你可能是主家您家的孩子 说什么傻话呢 我外婆就是您家小少爷的奶妈子 她怎么可能不认得主家的孩子 那不一定啊 你有想过去找他们吗 行 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不过这几天我要出去一趟 月底才回来 你要多加小心 照顾好自己 没问题 放心吧 命远 你的入取通知书到了 真的有三封呢 真的有三封呢 谢谢啊 中大 一所省内高校 还有一所 富大 老师老师你们快下来 我拿到了富大的路径都成了 哎呦呦慢点慢点好孩子好孩子 哎呦我这腰啊听不住你这样折腾啊 丫头跟我们客气啥 走咱们买菜糕好吃的去 什么事这么高兴呀 柳柳南我搞上到学了 那不是肯定的吗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再告诉我 什么 你的亲生父母有线索了 真的 你快说 之前那个翡翠如意 是一代雕工大师中令的作品 中令 中令当年不是到宁家就收山了吗 宁家只有家主收到过他两件作品为回报 听说宁老爷子爱如珍宝 你外婆怎么能拿到这东西啊 如此看来 小元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你可能真的是宁家的孩子 宁家人过阵子要回上海 到时候我再跟进一下 不过 不过什么 你要怎么谢我呀 你 你要我怎么谢你呀 前段时间我回京城的时候 已经跟我家老头子 表明了我非礼不取的态度 所以 等你上上大学 就可以成为我真正的媳妇了 我可以重装男你流氓 我不理你了 医补大佬都拿下大佬 宁人你可真出息 对不起 河野 你说 那个女人要是上不了大学 招男哥哥 应该就不会要他了 你先回去 这件事我来处理 雄无大志 这上不了大学 算什么成绩 对那个前男 还是得来厌 喂 我这有个一看就合你胃口的嫩菜 你要是能吃得下就把我吃下去 我不会亏待你 你想要我怎么吃 你要死要活 你要是能把他生酮活剥了这样 只做不到 死的也可以 资料我一会就能进床给你 这么狠 怎么他对荣夫人啊 婆婆看好媳妇不顺眼 给他立规矩要行吗 等我的好要义吧 希儿 咱们一老大骗玄回能行吗 我们还不都是为了他好啊 他这鬼迷心敲的 还真以为自己能进了荣家呀 这早点清醒还能嫁个好人家 要不这以后谁要他呀 吵了不是 赶紧去 赶紧去 小远 爸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 是 是你大哥 你大哥在部队执行任务受伤了 就是伤得很严重快不行了 那那我大哥现在在哪 是部队派的同志 可以来寄咱们见大哥最后一面的 小远你看 我 走小远 来拿车 你圆你 参考长您这是 这样带上到房面 唐哥 里面都准了 有必要吗 小运还晕着呢 明叔 你也知道小运会防身术 总不希望今夜我们度房的时候 到时候把我打倒被跑了吧 走吧 把送你们出去 哎 唐科长 一千块钱什么时候给我 我还要赶六点半去宁兰的火车呢 你说什么呢 我们不是说好了等小远和唐科长 原访领证之后才回去吗 还想着等着喝那个小野种的喜酒呢 别做疯了 你瞎扯什么 我说了多少遍了 小远不是我的私生女 你不信我 你还不信你娘吗 都是我的人 你那个傻钱刀的老不死 还说宁兰那个小借荣 是拎家主家的孩子 皇屁 家主家的孩子 怎么可能会员到她的手上 你到底要说什么 你要干什么 那个小野种得罪了京城的贵人 有人要他的命 谭校长 你不是要娶小远嘛 一个谈话败留 玩玩可以 取就沒必要了 大家都是男人 您說你應該 我要是不騙你說 給您也找了一個好婆家 又怎麼可能會跟我來呢 啊 你個蠢戶 敢令我牢騷 這張我和這廢物一點關係都沒有 像我不要了我不要了 哎一家人就要整整齊齊了嗎 呦醒啊 你是誰啊 你到底要幹什麼呀 你養父母把你賣給你了 像你這麼聰明的小姑娘 應該知道不要反抗你會少受罪吧 反抗你最後就不會殺我了嗎 啊 有舒服的司法和不舒服的司法 像被繩子一樣勒 快飛 虎虎玩死就虎一樣 像你這麼好看一雙大眼睛 哭起來一定好看 容公子就是有點 挑女人眼 你全家哭坊倒是挺好看 哈哈哈哈 還挺烈 哥哥喜歡 完蛋了 這人還是個變態 難道我今天真的要死在這裡了嗎 小妹妹 今天可是我們凍房的日子 下來這麼狠 既然你不喜歡溫柔的 那就 來點操暴了 我知道你啊 你不要亂來你會後悔的 後悔 你是說龍公子嗎 他自身都難保了 還讓他來一零瓶救美 成哥 不好了 不好了 成哥 不好了 幹什麼呢 沒看老子這忙事呢 怎麼了 來 來了好多人好賞 龍長男 是我家玩 我家玩和他們一伙的 別 同居 我先放下 你是龍長男 我會是和一雅的一條狗 你果然知道嗎 趕緊放到你 我容易去 看來 自從平凡的消息一想 國瑜就各種派殺手來殺我 當我是傻子嗎 鴿俊 我勸你趕緊把他們放下 不然我一直崩潰 那又看 是你警官還是我強 看來你還挺在乎他的嘛 不過 他確實在我床上 又嬌又難 一掐 就 不是我沒法 你先把你這廢物點心都打出來了 而是剛好 幾個狂窄 龍長男 我以為我再也見不到你了 對不起 我來玩了 我養父母呢 他們死了 自作女不可活 沒想到前世撮摩我一輩子的陽母 居然這麼早就死了 怎麼還不回來 哎 小妹 你是 我是你大哥啊 那枚翡翠如意 曾是咱家祖傳的手桌 斷了三節後 分別請大師雕刻成了三枚翡翠如意 成為主婦精心收藏 後來母親和小妹女分別的時候 放在了你身上 你是說這個 是 小妹太好了 終於找到你了 你放心 大哥以後一定會好好對你的 你要敢欺負他 放心 我會一生一世得他好的